本週二8月15號是南韓的光復節 根據韓聯社報導 南韓國內有多家媒體都收到了恐嚇郵件 內容宣稱南韓首爾的市政廳內 多處被安裝了炸彈 設定的引爆時間就是光復節當天下午3點34分 郵件是用英文、日文跟韓文三種語言寫成的 署名是一位日本籍的律師 還附上了律師事務所的地址跟聯絡方式 不過南韓警方巡線追查就發現 是有人冒充了這間律師事務所的民意發信的 警方從犯案的手法 研判跟之前威脅要炸毀南韓塔 還有威脅要傷害在野黨魁李在明的 應該都是同一名嫌犯所為 目前已經啟動司法互助 跨海跟日本警示廳合作 要揪出幕後的主使者 只是近來南韓的治安亮紅燈 不僅出現炸彈威脅 還有排山倒海而來的殺人預告 截至今天上午為止 南韓警方就查獲了354件的預告行凶 找到了多達149名涉案人 其中近半數都是10歲出頭的青少年 他們都辨稱是開玩笑 其中15個人因為情節比較重大而遭到逮捕 他們很可能會面臨保護管束的處犯 以上我們一找到這一期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